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座宏伟的会展中心 但在杭州云七小镇 我们把会展中心设计成了一座立体公园 它没有抢眼的外形 也没有辉红的气势 人们甚至会感觉不到它是一座建筑 但它却成了小镇最受欢迎的地方 并吸引无数顶尖的大会 慕眠而来 其实在这个设计里面 我们思考的并不是如何设计一个会展中心 而是当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 类似公共建筑的时候 该如何让它们能够为我们的城市和生活 带来更大的贡献 而不仅仅只能成为它们自己本身 并且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 还能够激发出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想象力 这个改变的背后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把这座6.6万平米的巨大建筑 压低到了仅有6.6米高 边沿设置了大量的缓坡 使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地面的自然延续 我们希望把原本被建筑占据的场地 全部都还给市民 而且是以一种更加有趣的立体公园的方式 人们通过草坡可以很轻松地走上屋顶 而草坡本身也会吸引很多人停留 屋顶不仅仅是公园 我们还植入了足球场 沙坑 跳望塔 小剧场 菜园等十余种有趣的设施 并通过一条蜿蜒起伏的跑道 把它们串联起来 以至于这里每天都会吸引大量的市民 来此运动 休息 游玩 甚至举办各种自发的社区活动 我们在草坪下方还设置了大量的预留接口 人们只要有新的更有趣的想法 就可以扒开草坪插接上去 就好像玩乐高玩具一样 我们希望这座建筑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无限的想象 屋顶公园一直覆盖至主路口的下层广场 使这里可以变成一个全天候的小剧场 原本乏味的货运坡道 也被设计成了起伏的折纸状 成为许多龙华爱好者的聚集地 其实汇展中心的平均利用率只有不到20%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 所以在这里我们赋予了它新的属性 运动仓库 不开会的时候 展厅立刻就会转换成一系列丰富的运动设施 使这里每天都会热到非凡 甚至会供不应求 其实这个建筑的设计并没有结束 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想象力的舞台 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使用者都会成为设计师 而我希望我们的设计 永远不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